哈喽大家好 我是给你们分享舞蹈知识的妈妈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丹麦奥胡斯皇家音乐学院 在这座全世界最幸福最梦幻的城市之一 奥胡斯学习舞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Let's go 我们往下一一展开 丹麦童话之乡历史最悠久的北欧国家 从小时候起 我们阅读的安徒生童话 变在我们内心对这个国家埋下了向往的种子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不可错过的一站 这里有着安徒生笔下的小美人鱼 也有见证了丹麦王室兴衰的阿美林宫 这座临海的城市有数不清的海滩港口和灯塔 奥胡斯丹麦的第二大城市 这个名字源于古丹麦语Aros 代表着小河口 因为奥胡斯正好位于奥胡斯河的河口上 这座城市有非常多值得体验的博物馆 教堂 艺术大楼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妙趣横生的设计小店 奥胡斯皇家音乐学院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 成立于1927年是丹麦文化部直属的国立高等学院 奥胡斯皇家音乐学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音乐学院之一 这颗语言为英语言 2018年得到我国教育部认证 但2020年未认证 学院也是全球音乐学院联盟会员和欧洲音乐学院联盟会员 这次就读的学生有机会申请到美国或者欧洲其他音乐学院交换学习 是否想感受一下甜静淡然的奥胡斯风光呢 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个去奥胡斯学习舞蹈的机会呢 往下一起来看看咯 丹麦奥胡斯皇家音乐学院 设有Jazz Pop Drum and Dance 本科和硕士专业 学校采用学分制 本科和硕士都是60学分 一年学费为13177欧元 全日制本科机鼓和舞蹈专业 学习时间三年 对申请者没有任何语言 年龄和教育背景的限制 入学面试分为两轮 第一轮面试分为自全曲演奏 和整体音乐水平测试两个部分 第二个水平测试 又包括模仿家即兴演奏部分 第二轮面试需要学生展示音乐作品 阐述申请该专业的动机 还包含声乐舞蹈演奏水平测试 非全日制硕士设有机鼓和舞蹈专业 学习时间两年 申请者需要有本科学历和至少两年的专业经验 考核形式为现场试镜 分为以下六个板块 一 演唱或演奏一首精选音乐作品 二 演唱自选曲 三 模仿指定曲目 四 两分钟即兴舞蹈 五 模仿指定舞蹈 六 五分钟之内的个人面试 申请者还需要提供本科毕业证书 以及其他学历相关的书面教材 奥乌斯皇家音乐学院最突出的优势 就是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演出和实践机会 还有夫妇的国际学院交流项目 另外 它所拥有的优质教学水平 齐全的教学设备 多个专属录音室 演出厅 和它最大最现代化的音乐楼 也可以作为我们是否想要去这所学校学习的理由 和其他艺术学院显著不同的一点呢 就是奥博斯皇家音乐学院 既要求学生有舞蹈实力 也要求学生有音乐实力 这一点自然提高了它的招生门槛 另外 北欧偏高的消费水平 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呢 奥博斯皇家音乐学院的这个项目呢 比较适合那些既想提升舞蹈方面的水平 同时 自己也有音乐方面的基础 或者是想提升下自己音乐方面的 造语的学员们呢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咯 自己也要考虑一下 前往欧洲丹麦 它的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 自己是否喜欢 适合等等 去为自己考量 好啦 我们的童话之乡 丹麦奥博斯皇家音乐之行 就到这里搞一段落啦 but 这一战不是终点 还想继续了解更多的 美妙的舞蹈艺术殿堂吗 不要迷路 请继续关注妈妈 我们下一站再见咯 超过三个方法 好吗 好吗 好吗